这个我以前以为只是糖尿病人才要吃的 要讲一个消息给大家听 原来现在香港里面每10个有一个就有糖尿病了 还有原来大部分的朋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前期患者 因为不会刻意去看自己的指数 但如果你吃饭之后 发现自己都比较容易眼睡 咦?你可能有这个症状 还有做完运动也很累 总之你的身体的提升能力是比较差的 又突然很容易肚饿的情况 你就要留意了 原来我们在糖尿病前期是一个黄金时间 你会好好控制饮食、运动 原来是可以不需要终身吃药的 还有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保健呢? 这个苦瓜的垂取胶囊非常棒 它可以帮我们维持我们的糖尿 正常的代謝 什么是性态呢? 苦瓜性态不等于我们在苦瓜里面垂取一些造金 或者垂取一些物质出来 因为苦瓜性态是另一种类型 吃苦瓜就可以完全吸收得到 它在里面要垂取出来之外 其实外面坊间也有很多苦瓜性态的选择 但里面究竟跟艾多美的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利技术 专利技术叫做专利定罪十九胎 外面我敢说是没有这个专利技术十九胎 因为有这个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它真真正正可以像胰岛素的效果 它可以将糖分直接在身体被利用 一般的苦瓜胶囊是没有这个专利定罪十九胎 是根本没有这个效果的 所以很有信心它可以帮到特别是二期糖尿病的朋友 接着我们也拿了很多的国际专利 包括美国的瑞典和德国的国际专利 也有很多国家的认证专利 它用低温碎取的方法 原来你要拿到这个苦瓜胜态是不简单 是要320公斤才得过1公斤 是很难才碎取 你试试想搞定自己的糖尿 或者预防糖尿 你吃320公斤的苦瓜 真是很大件事 也有很多科学认证 还有多个专利 还有拿了三大世界发明奖 在里面有几种辅助的原料 例如有角、鲜、绿咖啡、裙带、组碎取 还有葡萄籽碎取 好了,我先逐个说一下 这个专利批定甲酸角是什么呢 它比在外面的角 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很需要的 这个元素不可缺少 也是一个帮我们控制血糖的重要物质 这个物质 原来在外面也有很多坊间 买角的营养食品 但是它的做法 你会看到有一个箭嘴 一个是不高的 最高就是比定甲酸角 最常见的就是三绿化角 外面有得买到的保健品 但是艾多米选用的副原料 都是用最顶级的 也就是了 那个吸收率是非常高 而且量数是非常大 比一般多三至十六倍 好了,接着就到葡萄糖酸生 这个是帮助我们的宜岛素 是一个酵素成分 可以提升我们的能量 其中一件事 有很多人说会吃饱饭 会眼睡 原来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运用到糖 真的变成能力 令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睡 因为有些人立刻都精神了 是不是假象自己在吃 所以精神了 我自己也发现 当我很累的人 日间会有这种黑眼睡 吃了两粒之后 哇,这个人很精神 好了,接着就到这个新 给大家一个消息 原来全球有三分一的人都缺身 就是缺了身 这个物质 这里应该有三分一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看 血糖变得不稳定 例如很容易累 肌肉会流失 然后小孩子 如果小孩子 脱身 发育会慢一点 男士的性功能也会有影响 然后伤口预合的时间也会慢 皮肤也会容易干燥 然后又容易脱头发 好像有些东西中了 肝功能又异常 指甲又容易断裂 然后口腔又容易溃扬 就是三非枝 然后又容易出豆豆 原来你中三七样 可能你有机会都缺了身 这种东西 而这个胶囊里面 就已经有身在里面 好 接着就到这个专利绿咖啡睡觉 这种专利绿咖啡睡觉 它那个绿原酸的含量 是高达40-55% 就是说你不是一般咖啡 就可以拿得到的东西 它有低咖啡因 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令到我们 其中一个可以醒神一点的 日常会醒神一点 也都出尽深圳代謝 它还有一个好处 大家应该很想的 就是什么呢 在你不控制饮食 兼不做运动的情况下 它都可以帮你利用你的糖 是不是很棒 增肌减脂 另外就有一个专利裙带组组组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组核素 它的含量 就是提取到10% 不容易提取的 是美国一间原厂的专利 多个专利技术 才可以提取到这么高的 %的核组核素出来 它就是说 又是对我们的代謝 是非常好的 另外葡萄紫碎取 葡萄紫碎取 这个也是它的多分 是高达80-95% 全部都是帮我们的新层代謝 各样东西都可以提升 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每样东西都告诉你们 因为外面有比较 但是告诉你们 我们大家 都未选择的是绝对高品质 它里面的配合 是用最美最优质的材料去配合 达到效果出来 好了 接着呢 就到下一版 好 我简单告诉大家 葛可以帮助我们正常 新层代謝 另外绿咖啡也是 另外可以调节机能 以及可以维持健康 我想提一提维持健康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一定是糖尿病患者 才可以享用这件事 原来我们要预防都可以帮到我们 还有它里面其中一样物质 是可以帮我们抗病毒的 好了 这个见证就是我们一位用家 他是一个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患者 他一直在吃药 吃药 我相信有些朋友 是糖尿病的 都是三个月一次要验一验的 你不乖 暂时都很高 是不是这样 原来他之前没有用这个 艾多美的苦瓜 碎嘴的福方胶囊 他就是8.7度 但是经过第二日 第五日 第十日慢慢去调整 直至到第三日 饭后时间都保持4.4度 那个数字 很漂亮 有些朋友说 我都可以了 我正在吃药了 医生给我的药就够了 我不用再吃其他东西 但是要给大家知道 其实糖尿病 是会一直都有机会恶化的 你恶化会产生一些 身体病变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你继续查 都会有机会 就算我吃药 都是去到六度多 去到很高 原来我们需要一些 辅助品 去让我们的身体 达到一个健康的水平 是的 这个福方胶囊 有些迷思 可以和大家解答一下 究竟我们要何时吃呢 吃多少呢 原来我们正常保健的话 一天吃两粒就够了 而四粒就是 一天吃四粒就是最高分量 是的 有病患者的朋友来吃都已经足够 那我们怎么吃呢 就是早餐和晚餐 或者午餐和晚餐 是的 每一餐的餐前30分钟 大约30分钟 就吃一粒至两粒 保健就每餐餐前吃一粒 你真是有糖尿的朋友 就餐前吃两粒 亦都可以 为什么选餐前 因为餐后的时候 升糖指数就会被控制到 是的 有些朋友说 我忘记了 很大猛 不记得吃 可不可以餐后吃 可以的 不要因为这样没吃 餐后吃也是可以 当然餐前吃就更理想了 好了 那究竟呢 它那个味道 为什么这么有趣 放入口味道 那么独特 是的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专利技术 十九胎 唯独是这种物质 是有这种味道 好消息是给大家知道 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香精 那些味道 让它变化 所以你是接近最天然地去吃 所以你是更加放心 因为它真的有这种成分 另外 我有在吃西药 可以吗 可以的 你可以隔30分钟之后 或者半个钟 60分钟 是的 最少半个钟 相隔 都可以照吃 这个苦瓜生态 好了 接着就是 素食者吃不吃呢 素食者真开心 是可以吃的 因为连胶囊 都是用植物碎锤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 如果我们全球 2040年 会接近6亿人 会有糖尿病患 所以我们真的 如果可以把一个这么好的产品 推广给自己身边的亲友 兼世界各地的朋友 真是造福社会 好了 我的价钱也是相移的 比起外面 因为那个福方是非常高品质 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 多谢